每一個人都會想知道的 就是招財的方法 妳不就是要知道招桃花嗎 沒有我已經放棄桃花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Zoe 王小凡 嗨大家好我大根 一般人可能會想要去拜財神廟啊 補財庫 財庫這種東西是真的可以補的嗎 因為如果是可以補的話 那每個人都去補就好啦 我們很多時候在聽這些事情的時候啊 我們這個話聽一半 譬如說紫維朵樹裡面有一些星曜 你告訴人他會逢胸畫跡 對 然後每個人看到那個星曜就很開心啦 哦福星有沒有天同跟天亮 對 但實際上是什麼 他那句話叫做逢胸畫跡 你都會只挑你喜歡看的看 就整個畫跡的部分 對你就哦很好 沒有因為他的那個跡是要先出先胸 逢胸才會畫跡 對 所以實際上呢 這些星碰到的時候 其實有的組合裡面 反而你是會有災難出現的 我們很多人因為 讀書都喜歡斷章取義 所以呢他就會變成 會很多扭曲的現象會出現 那補財庫也是 要先有什麼 要先有財庫 對 那如果你沒有財庫呢 那你要補什麼 沒什麼好補呢 蛤 不可能沒有財庫吧 你把財庫想像成一個 你摟啊 對不對 我破一個洞可以補一下 我破一半呢 那怎麼要補呢 他就沒有了 所以如果他本身沒有財庫的話 他就沒有希望了 他會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決 反正我存不住錢 對 那我乾脆捐給人家 捐錢是一種累積福報的方法 我一直捐一直捐 我的福報越來越大 那我賺錢越來越多 這是一種方法 另外一種就是假設 你的財庫就這麼大一個洞 但你老公只有這麼小個洞 所以原則上交給他會比較好 把錢全都存在他的名下 可是這件事情呢 必須真的這樣做 不是做假的 錢存在他的名下 用他的名字開戶 但是呢 銀行的簿子跟印章都在你這邊 你愛用還是把他拿去蓋掉 這樣就沒有用 這樣算假的 這樣算假的 因為實際上還是你在控制那個戶頭 所謂的沒有財庫 不外乎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呢 是你自己個性跟個人的問題 對 譬如說你愛賭博 譬如說你看到東西就喜歡亂買 那這個其實 你可以透過改變自己而改變 對 那我不管啊 我覺得這樣非常任性的 就是我想要知道我要怎麼樣 才可以補財庫 除了認真拼命賺錢之外 實際上可以教大家一些 幫助自己啊 在理財上面一些小小的撇步 一般人喔 絕大多數是上班族 常會有人來算中跟我說 老師財運怎麼樣 我們就告訴他說 人不理財才不理你 如果你覺得你是上班族 你必須要去做很好的理財規劃 對 你要知道說你的個性是什麼樣子 去做符合自己個性的東西 如果說你覺得你人生是有夢想的 對 那我們會鼓勵他去創業 絕大多數的人啊 會希望老天給他錢 譬如不可能給你錢 對啊 說得也是 沒有這件事情 一般我們在拜財神 拜的是一個 他給你支持跟鼓勵 求財神 然後補財庫 其實都是這樣子的概念 你還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我這一條就是皮修 皮修其實他是招財 是不是有他佩戴 或者是他擺放的規則 皮修這種都沒有用 他沒有用 沒有用啊太小了 這要多大隻啊 怎麼不能戴個超大跟手錶一樣 一般來講 神獸 至少要巴掌大 所以以後如果有錢的話 我家可以門口就做兩隻 就是石頭的皮修這樣 還可以 第二點就是說 他一定要開過光 一般來講開光有幾種概念 神獸基本上的邏輯就是啊 法師利用開光這件事情 把一個零放到這上面來 所以他必須要依照你的生成 然後跟神明求一個零過來 然後把他放進去 可能在某一個地方買了一隻皮修 他根本就沒有東西在裡面啊 對他就是個裝飾品 那我幹嘛放那麼老派的裝飾品到家 那沒效 我突然間覺得我戴這個 就是戴了那麼久 我完全沒有用耶 皮修主要是咬錢嘛 龍的小孩嘛 然後沒有鋼門 所以以後不要再這樣講講 因為他們可能是生了神獸 如果說你真的要有一個 所謂的靈來幫助你的話 神獸來幫助你的話 那其實他就是要開光的 而且是要我剛剛說的那一種 反正才會有效果 我的叫是放龍龜 就是那個烏龜殼 然後是龍的頭啊 他那種就是正宅的 陰陽眼的人看得到別人的神獸嗎 看得到啊 真的假的啊 這樣很可愛耶 很可愛啊 我就是不認真養的那個人啊 所以有段時間 他有離家出走過 有生病過 蛤 對啊 各種奇怪的事情 等一下你怎麼知道他生病啊 欸都不知道 因為我看不到 那誰跟你講 學生跟我講 喔學生 老師你的烏龜就有點瘦這樣 性情不好 好奇特喔 現在還好 現在我認真養他 很大的知識嗎 對 所以下次來教室 要想一隻 你不要裝他 欸這樣我很想要養一隻 認真的神獸耶 為什麼你知道你要養龍龜 如果不想皮羞 應該是說你的需要是什麼 譬如說你做業務的人 我們就覺得皮羞會比較好 喔因為招財 代財 對 如果說像我們是需要 保護這個環境的話 那龍龜就比較適合 像你自己就是專家 你有沒有做什麼 其他的事情可以招財 因為我們會看命盤 對 我們會依照自己的命盤 挑選自己比較好的時機點 這個東西是我真心的建議 要賺錢的人 從紫微斗數的角度來看 財博跟我們對面一定是福德功 對 那福德功它代表靈魂跟精神 對 所以想賺錢的很重要一件事 就是你精神要好 狀態要好 精神的狀態要好 對 這個會比任何任何任何 其他的方法都有用 你的精神狀態如果不好 你會做很奇怪的判斷 那個錢不可能會賺得來 這個其實是我會建議大家最好的方式 就除了讓自己吃好睡好 然後精神狀態保持好 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其他的可以招財的 都很想要捷徑你知道嗎 就例如說你佩戴一個什麼 或是 沒有這種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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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在一個合理性的條件裡面去幫助 但是如果說你自己不做 自己不努力 其實這幫助都不存在 也都沒有用 結論就是其實人還是要靠自己 沒錯 你看那個數字有沒有 那個數字啊 1後面加多少個0 像財富 可是如果沒有1 後面不管加多少個0 其實都是沒有用的 對 你就是那個1 那個1不出現 後面那個 都是廢物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事 所以大家就不要想要走捷徑說什麼 例如說想要弄一個什麼 然後就會變得很有錢 其實根本沒有這種事 知道這種事情誰在做在這邊啊 我找到去環遊世界 可是你至少有一隻龍龜啊 要不要養一隻 所以我可以養一隻神魚 有這種嗎 沒有 沒有 我們下一集就走 好好 好啦 掰掰 掰掰